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咖啡是一种全球性的饮品 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当我们踏上旅程时 探索不同地方的咖啡文化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世界各地的咖啡文化 了解它们的历史 饮用管道和独特之处 在意大利,咖啡文化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意识浓缩咖啡是它们最喜欢的选择 意大利人对咖啡有着独特的热爱和追求 它们把喝咖啡视为一种快速而美味的体验 当你来到意大利的咖啡店 你会发现人们习惯站在吧台上喝咖啡 而不是坐下来享用 这种习惯源于它们对快速享用咖啡的追求 意大利人相信 站在吧台上喝咖啡能更好地感受咖啡的浓郁口感和香气 在意大利的咖啡店中 你可以看到人们围绕着咖啡机 享受浓缩咖啡的过程 这种快速而美味的体验成为了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意大利喝咖啡是一种社交和交流的管道 人们会聚集在咖啡馆中 与朋友、家人或同事交谈 分享彼此的生活和见闻 咖啡成为了连接人们之间的纽带 促进了更加紧密的人际关系 除了咖啡本身 意大利的咖啡文化还体现在制作咖啡的艺术上 意大利的咖啡师擅长制作拉花艺术 他们在咖啡的表面上绘制出精致的花纹和图案 这种技巧和创造力给咖啡增添了一份艺术的魅力 使喝咖啡成为一种视觉和味觉的享受 与意大利的咖啡文化相比 法国的咖啡文化有着不同的特点 在法国 人们更倾向于在咖啡馆里放松和享受悠闲的时光 咖啡馆对于法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 他们会花费很多时间坐在那里 与朋友聊天 观察周围的人群 或者只是静静地阅读一本书 在法国的咖啡馆里 你会看到人们搭配咖啡的糕点和面包 例如法式可送面包 这些美味的食物与咖啡的搭配 使得咖啡成为了一种悠闲的享受 法国人喜欢以慢节奏享用咖啡 他们注重品味每一口咖啡的香气和口感 他们喜欢在舒适的环境中坐下来 与朋友共用时光 创造出一种温馨而放松的氛围 法国的咖啡文化 还与咖啡馆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许多知名作家和艺术家 曾在法国的咖啡馆中写作和交流灵感 这些咖啡馆成为了文学创作的温床 激发了许多杰出作品的诞生 法国人对于艺术和文化的热爱 使得咖啡馆成为了一个聚集创意和智慧的场所 土耳其也有着悠久的咖啡传统 在这个东方美丽的国度 咖啡被视为一种仪式性的饮品 深深植根于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 土耳其咖啡以其强烈的口感和浓郁的香气而闻名 被誉为世界上最浓郁的咖啡 许多人认为土耳其咖啡是一种表达爱意和热情的管道 它常常在婚礼 节日和重要的社交场合中被奉献给亲朋好友 土耳其人对于咖啡的热爱可追溯到15世纪 咖啡作为一种传入的文化 很快在土耳其融入当地生活 并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象征 土耳其人喜欢将咖啡研磨成细粉 然后用特殊的土耳其咖啡糊 也称为Ibrick或Sazoff 煮沸 在制作咖啡时 人们通常会加入糖 而且没有加牛奶的习惯 在制作咖啡的过程 咖啡成为他们交流的媒介 也是彼此拉近感情的纽带 不少当地人和游客 让大家享受到了土耳其咖啡的浓郁 和独特魅力 南美洲的咖啡文化 同样也非常丰富多样 尤其以巴西为代表 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产地之一 它的咖啡文化 与其悠闲的生活方式相结合 在巴西 咖啡是一种表达友好和热情的管道 人们喜欢在家庭聚会和社交场合中 分享一杯咖啡 在巴西的咖啡文化中 慢慢冲泡咖啡被认为是一种艺术 人们在烘焙和磨豆过程中 注重品质和口感 使得每一杯咖啡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许多巴西人喜欢用手冲咖啡 或法式压榨糊来制作咖啡 这样可以充分体验咖啡豆的风味特点 巴西的咖啡文化 还体现在其丰富多彩的咖啡节庆活动上 每年巴西都会举办各种规模的咖啡节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啡爱好者和游客 这些节庆活动包括咖啡品尝 咖啡艺术表演和咖啡产业展览 让人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巴西的咖啡文化和产业 无论是土耳其的仪式性咖啡 还是巴西的悠闲咖啡文化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独特的魅力 通过探索这些咖啡文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和传统 同时也深刻体验到咖啡所带来的美好和社交之意 所以 当你下次旅行时 不妨品尝当地的咖啡 感受这些独特文化带来的愉悦和满足 在亚洲 咖啡文化正在迅速发展 而日本以其独特的咖啡文化而著称 日本人对咖啡的热爱和独特的追求 使得日本的咖啡店成为一处独特的咖啡体验场所 在日本的咖啡店里 你可以找到许多引人注目的特色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手冲咖啡和拉花艺术 日本的手冲咖啡被认为是咖啡制作中的精髓 咖啡师会在顾客面前手动冲泡咖啡 将热水慢慢浇在咖啡粉上 使咖啡豆的香气充分释放 这种制作过程非常注重细节和精确度 旨在为每一位顾客提供最完美的咖啡体验 手冲咖啡不仅味道醇厚 而且带有丰富的层次和复杂的风味 吸引着众多咖啡爱好者 除了手冲咖啡 日本的咖啡店还以拉花艺术而著称 拉花是一种将蒸奶与咖啡混合 并用特殊的手法在咖啡表面绘制图案的记忆 日本的咖啡师在拉花上下足了功夫 他们通过灵巧的手法和创意 创作出美轮美奂的花纹和图案 这些拉花艺术品不仅仅增添了咖啡的视觉吸引力 还为顾客带来了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 在日本 制作咖啡被视为一门艺术 咖啡师不仅仅是简单地调制一杯咖啡 他们将每一杯咖啡都视为一幅画 用心去表达独特的风格和个性 这种对细节的追求和对完美的追逐 使得日本的咖啡店成为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另一个亚洲国家 越南 也有着独特的咖啡文化 越南的咖啡以其特色的越南滴漏咖啡而著称 越南滴漏咖啡是一种慢慢冲泡的方法 它需要将热水慢慢滴入装有咖啡粉和加入甜and的炼乳的卤网中 这种冲泡方法使得咖啡具有独特的口感和风味 带有浓郁的甜味 深受越南人喜爱 越南人喜欢在街边的小摊上喝咖啡 这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繁忙的都市还是在乡村小镇 你都可以找到许多摆着简单小桌和椅子的咖啡摊 越南的咖啡文化与越南的街头文化融为一体 人们在这样的小摊上悠闲地喝咖啡 聊天交流 感受着越南独特的生活氛围 对于越南人来说 咖啡不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他们用慢慢冲泡的咖啡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 越南咖啡文化 也反映出越南人的淳朴和热情 这种简单而真实的咖啡文化 吸引着许多游客 让他们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越南的独特魅力 除了上述国家 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各自的咖啡文化 无论是伊索比亚的咖啡仪式 还是澳大利亚的平白长黑 Flat White Caffey 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特色和故事 通过探索世界各地的咖啡文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咖啡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一种连接人们的纽带 它代表着社交 艺术 文化 和传统 所以 下次当你踏上旅途时 不要忘记品尝当地的咖啡 体验咖啡文化的魅力